110年杰安湘宇文竞赛成果出炉 6号下午在杰安湘公所清明堂 办理了颁奖典礼 由乡长游书贞请自颁发奖状以及奖励金 表扬各项比赛当中脱颖而出的前三名宇文好手 并且也隆重举行了授旗仪式 希望即将代表杰安湘角逐现决赛的27名精英选手 大有斩获 为杰安湘争取荣耀争取佳击 同学们一个个轮流上台领奖 他们都是这次在杰安湘宇文竞赛中 取得前三名夹击的宇文好手 表好下午在杰安湘公所清明堂 由乡长游书贞亲自颁奖表扬 接受乡长的授旗 历史性的一刻 典礼众乡长游书贞也将代表杰安湘的香旗 交到宇文竞赛获得国中组国语朗读第一名的石德颖同学手中 希望各位选手们能在10月中旬的华联线决赛中 齐开得胜获取佳击 台上10分钟台下10年功 孩子的努力透过了老师的教育 我想这是一个铺陈在杰安的一个教育的 质感跟幸福 杰安湘公所每年举办这样的一个比赛 希望给孩子学习的机会 也给一个孩子铺陈的舞台 表现自我自信还有学习的成效 我相信我们加油大家协力一起来 共产孩子学习无限的未来 110年吉安湘宇文竞赛 这次总共有70名选手从中脱颖而出 其中更有27名精英选手将代表 吉安湘出征参加华联线决赛 邀淑珍表示公所将会持续深耕语文教育 未来在推展、培训以及安排赛程时 也将会比照现赛或是全国赛的规格来办理 提供孩子们最佳的学习资源 期盼能将表现发挥到最佳状态 争取亮眼佳击 记者徐立琴吉安湘报导